誰要打架 誰要打架 從金孔中起床 全職媽媽一天24小時 全心打理家庭的大小事 今年45歲的潘淑慧 育有一子一女 雖然是全職媽媽 但生活總是停不下來 早上就是起來弄早餐 然後早餐完了之後 你就是要送她去上學 上學完了之後回來 就是忙一些 忙一些家裡的東西 老公從事電子業 年收入將近百萬 要養一家四口 兩個小孩教育費10萬元 家庭開銷更控制 在一年20到30萬 不算保險跟房貸還有開車 還能勉強存錢 我們家這樣子差不多 不到100啦 對 年薪 那是他們的生活 要過得非常的貴婦級的 近百萬年薪可養一家四口 但網友養家標準更高 有人說要當全職媽媽 另一半年收入幾乎破200萬 而且沒有貸款負債壓力才夠活 引起許多網友正反爭論 有人認為擔心家庭南方壓力大 但也有人說 另一半月收入至少要15萬 才願意當全職主婦 大概要100個至少 至少四五萬塊以上吧 我覺得有點多 因為一般的家庭做不到吧 根據調查台灣年薪不到50萬 佔了一大半 如今網友訂出擔心養家 至少200萬的高標準 對許多人來說 恐怕是天方夜譚 東三財經新聞 徐曉雲 瑜珈好 台北報導 在發展 瑜珈好 風格 瑜珈好 STYLE 中樂隊